新冠肺炎痊愈之后 最害怕出现后遗症了 艺人王宇杰回想去年确诊 对生活对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大家 防疫千万不能松懈 我好了之后 我才发现 我不是已经阴性了吗 但开始工作我就发现 我的体力跟记性真的差很多 以前可能熬夜两三天 对我来说不会影响工作 但那个时候只是连续拍几天而已 我就出现了有点晕眩然后想吐 我甚至有一天是有点站不起来 多数的病人在确诊一到三个月之内 症状会逐渐消失 但如果没有消失 还持续超过两个月 就称作常新冠 发生的几率 根据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的统计 全台有超过四成的民众 自认出现常新冠 其中高危险族群 还有超过六成没有就医吃药 显示民众的防疫味教有待加强 你会疲劳 那头痛记忆率不好减退等等的 那呼吸不好 咳嗽 肠胃道可能拉肚子 胸闷等等 其他这些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还是要去就医 就医 然后拿也可以口服的药 口抗病的药物来减少重症的机会 也可以减少日后常新冠 这个月20号新冠确诊轻症 可以不用隔离了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的医师 特别打造防疫专车 巡回全台北中南十个据点 宣导民众防疫松绑 但不可以对病毒松懈 医师表示 透过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 来加以预防 就是照顾自己和家人最好的方法 人间卫视 叶云梁海瑶台北采访报导